虽然人们生活水平的提升 越来越多的人希望拥有辆属于自己的车 但是在选择车的时候也会遇到很多的问题 是选择国产车还是选择其他国家生产的车 这些都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不同的人也会有不同的选择 如果现在有这样的一辆车 车的配置ESP 销量比哈佛H2还要高 而且最重要的一点是 它的售价就远不到10万元 你会选择购买它吗 这辆车是吉利远景X6 它的价格在7249万到10.19万之间不等 所以对于那些经济并不是很富裕 但是又需要购买一辆车的人来说 这样一辆车可以在价格方面满足他们的需求 也许有人会质疑它的配置和质量 但是这些问题都是多余的担心 因为从配置和规格上来看 它拥有一点8升的排量 和1.3T的排量两款车型 可以根据购买者的需求自由的选择 而且这款车还拥有豪华型和尊贵型 这两款车里配备的9英尺的彩色显示屏 蓝牙以及GPS设置 可以说是十分齐全了 从外观来看 这辆车符合人们的审美标准 典型的SUV造型 给人的感觉是一眼变之起真面目 大气上档子的外观设计 迷人的大灯 强劲引力的肌肉线条 我想光凭外观这一点 也能够让这台SUV的销量超过HFH2 从内饰来看 这台SUV的内饰一点 也不属于其他任何一部同级别的SUV 电压谱素而又不是格样的内饰 让人一见变深深的吸引 因为内饰的精致 所以上车体验也很完美 这台国产SUV不到十万 车子标配1SP 销量比HFH2还高 可见这台SUV走的是亲民的路线 价格便宜合理 大多数人都是能接受的 车子配置高 性价比也很高 而且销量超过HFH2 又是一点完美的证明 如果购入这台SUV 我想你一定不会失望 感谢观看